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谭太景以作为明君 会玩他的一生 我也不该将自己永远困在过去的回忆之中 日日忍受煎熬 夜行 好看吗 只有忘记谭太景 功力才能变强 李子松 装心一下 这样下去不行 我喜欢的人是你 不是任何其他的人吗 你 夜行 你要抛弃我吗 我想忘掉谭太景时 有那么一瞬间 功力好像变强了一些 我也该彻底放下 追寻属于我的仙徒 难道这就是无情道 如若不尽快顺势而言 转修无情道 恐怕待我修为散尽之时 天池之力也无法封住心骨 谭太景以作为明君 会玩他的一生 我也不该将自己 永远困在过去的回忆之中 日日忍受煎熬 这就是叶熬 原来这就是仙门 这就是叶熬 你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叶熬 如果五百年前 我就能感受到这些 该多好 小师弟 小师弟 上次您走得匆忙 没来得及介绍 我是残海 你若遇到什么不便 只管找我就行 多谢师兄 这是藏风 小师弟 你出来乍到 师兄给你指点指点 咱们师父坐下 藏海第二 我排第三 师弟你呢 凡是拜师入门 师父都会取个新名字的 你叫藏什么 藏九民 跟咱们的辈分不一样啊 藏是师父的俗家姓氏 难不成你是太老人家的亲戚 我与掌门从前并不相识 师父改名字有他的道理 我们就别瞎猜了 对了师弟 还没给你介绍 我派的大师兄 说到这个大师兄 他叫藏林 是个武痴 这里有点转不过弯 转不过弯 大师兄 其实大师兄呢 只是醉心修习于术法 比别人刻苦用心罢了 对对对对 你是师父新收的徒弟 要不要给我两招试试 你定有特别之处 让我看看 好了好了 九民师弟 你有伤在身 老点休息吧 我们先走了啊 对对对 大师兄 下次一定要协足一下啊 下次协足一下啊 下次协足一下啊 小师弟 邪门大笔非常重要 可千万别忘了练习剑法啊 救命啊 好啊 这心思 再助我修行 也希望